在江泽民死而复生后 中共党媒最近接连发表文章 为江泽民曾做过日美汉奸、苏俄间谍等 二奸二甲历史问题 以及出卖大量国土、涂脂抹粉 甚至借用民族英雄标榜他 外界分析江泽民衰老病重来日无多 江本人以及江派系 已经着手为他的后事评价做铺垫和准备 人民日报近期发表江泽民 为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史所做的序言 由中央电视台主播江泽民的情妇李瑞英 播报这条新闻 江派副总理张德江、曾培延等出席首发誓 并在讲话中吹捧江 江泽民在序言中提到 他在南京上大学时 南京处于日寇和汪精卫的敌尾统治之下 但却只字不提 他在培养汉奸精英的为中央大学就读 并加入了汉奸反共组织接受培训 江泽民还提到 他1955年到1956年去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实习 当然更不会提及苏联情报部门 曾查到他当汉奸的档案 并派出一名色情女间谍克拉瓦 又向他充当克格勃远东局间谍 中共中央档案馆学术理论双月刊 党的文献 2011年第六期发表文章 题为中国人历来是讲民族气节的 江泽民品评民族英雄时刻法 新华网刊载 文章借用明昌末年在扬州抗击清军的民族英雄时刻法 标榜扬州出生的江泽民 1989年对抗西方制裁中共六四屠城 文章绝口不提江氏父子的汉奸身份 反而称江泽民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吕嘉平2009年发表至中共中央和胡锦涛的公开信 提为关于江泽民的二奸二假和政治诈骗问题与要求调查的呼吁 揭露江曾是日伟汉奸 苏俄奸细以及假党员假烈士子弟的问题 江泽民其人一书中披露 江泽民的生父江世俊曾任汪伟中央政府宣传部副部长 江泽民本人曾受到日伟特工总部头目丁墨村李世群的接见并合影嘉奖 国民党政府曾对汉奸身份的江泽民发出通缉令追捕捉拿 香港动向主编张伟国向新唐人表示 党媒接连发表这些文章很显然是为了掩饰江泽民的历史丑事 现年85岁的江泽民在香港亚史播报死讯后 10月9号强称病体现身北京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会 却让外界看到他行将旧目的衰老呆相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江泽民可能要死了 要给他盖棺定论 要帮他这个涂脂抹粉 这个是共产党的一种惯例 然后呢把他的一些仇事都掩盖起来 香港亲共媒体凤凰网 12月5号转载党的文献有关江的文章 改标题为江泽民1990年谈香港问题 绝不做第二个李鸿章 吕嘉平的公开信则揭露了江的卖国行径 江泽民50年代被派往苏联实习 沦为克格勃间谍 他不仅收集中国各种情报交给克拉瓦 还在90年代与俄国签订条约 把相当于40多个台湾面积的150多万平方公里 中国北方领土白白奉送给了俄罗斯 外界分析 中共对江泽民死后的盖棺定论 因为涉及江家江派的利益 而且牵动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历史定位 与明哲保身 必定会引发影响18大的政治斗争 但是无论中共及江派如何粉饰 江泽民的罪恶 尤其是迫害法轮功的血债 都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 新唐人记者长春李元汉 薛丽采访报道